目前民航局发布了第三版的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 我们在前期加强通风消毒垃圾处理等措施的基础之上 综合航班始发力的疫情 客座率航班疫情特点等因素 对航班疫情风险进行综合评分 根据评分把航班风险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 根据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 精准防控精气实测 那么对于低风险的航班呢 我们主要是保障国际国内人流物流的畅通 根据需要进行体温检测 机组呢可以佩戴一般的医用口罩 对于中风险航班 我们在低风险航班的措施之上呢 还增加了合理安排客舱布局 减少人员流动等措施 同时呢根据航程 在航程过程中对旅客呢 也要进行体温检测 机组配合的口罩就要使用 医用外科口罩了 那么对于高风险的航班 我们尽可能的减少机上的服务流程 那么对旅客呢进行分区的管理 安排旅客分散就座 咨询 而且咨询 员 感谢观看